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前面這個today 格式化成後面這個綜合練習這個格式 也就是說呢 第一個 剛剛提過民國年 第二個的話呢 變成點 第三個 個位數補0 第四個的話呢 就是後面加上週期 那這個格式該怎麼做 當然跟各位講一下 你可以直接切到today 按滑鼠右鍵出現格式 那當然預設的話呢 它的日期是這樣的形式 年斜線月斜線日 那你要改的話 當然這個底下有好幾種 這個格式可以改 可是我要的是 中華民國歷 所以第一個 中華民國歷 這個要選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是中文繁體 的版本才有喔 如果你的是英文版 那當然也是不會有這個功能 那裡面有沒有我們要的那個格式 看起來好像沒有 只有這個比較相會像一點 可是它不是點啦 那怎麼辦 跟各位講一下喔 如果呢假如某個格式 沒有在清單裡面出現的話 一般我們的習慣喔 是會怎麼樣 自己再自訂一下 所以特別是要選一個接近的 再按自訂 OK那自訂哪一些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喔 如果你 切過來自訂的話呢 其實它的背後的公式 你就長這樣 前面應該是 這個前面不管它啦 主要是從這邊到封號前面 那1的話應該猜得出來了 這個應該是民國年 那斜線的話呢 如果我要改的話很簡單 把斜線改成點 這邊改成 點 第一個 這樣子的話就完成啦 就是民國年跟點 再來的話呢 如果各位數字要補0 那什麼補 特別注意喔 你直接月就前面 本來是m對不對 加個mm就可以 d的話就滴滴 OK那這樣的話 如果它是各位數字 它會自動怎麼樣 自動幫你前面再補一個0 OK 好 第三個了 第四個的話呢 如果後面要加上週幾的話 很簡單 瓜糊先給 OK 然後呢 加上三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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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週幾了 那如果你要星期幾的話 再加一個a 星期幾了 OK那我們三個 OK按確定 這樣的話就完成 這樣的話就完成 那你想說那為什麼我會知道說呢 這個週幾是三個a呢 其實很簡單喔 主要是按滑鼠右鍵 除了格式裡面 你可以看到日期裡面也會有一個週幾 那如果我想知道這個週幾喔 裡面的公司是什麼的話 很簡單 切到字定 看一下中瓜糊跟分號中間的 這個 到底是什麼字 你就把這個字呢 放在 將來你要放的位置 它就變成週幾了 OK所以我們剛剛是 三個a是週幾 那如果是四個a的話呢 那變星期幾了 OK喔 所以喔有些公式 有些格式假如不存在沒關係 你可以怎麼 拿 現有的 按下制定 再修改就可以了 OK這個順便講一下 這個還蠻重要的 蠻常用到的 那再來的話就 Dedif 那Dedif的話特別注意喔 它的 用法我剛剛講 就是一定要自己輸入 等於 Date DIF WAHU 前面日期 就這一個 豆點 後面日期 豆點 比什麼 比年的話就一個w Y 我記得是一個文字喔 所以呢前後要雙 雙引號 OK然後打勾 26向下填滿 改一下 相差幾個月 幾年的話是26年 OK那它一定是算什麼 有沒有滿喔 所以像這個應該是滿的 所以是26 所以如果把它改成8月 8月12 應該沒滿 沒滿的話是25 OK所以特別是它不是看 年到了就算了 沒有 它月跟日也要到 OK 所以這個把它改回來 這10 那接下來的話相差幾個月 這個也是不好算 如果沒有Dedif的話 如果你假設要自己算 兩個日期相差幾個月的話 很難算 很難算 主要是因為 月份有什麼 31天 30 29 OK 所以其實 很麻煩 那怎麼辦呢 我們其實很簡單 直接把Dedif最後一個參數呢 改成M就可以了 相差 313個月 那相差幾天的話 其實也可以把它改成D 就可以了 只是說呢 這邊其實沒什麼優勢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 講過嘛 等於什麼 這一天 剪掉 這一天 打個勾就好了 OK 結果會不會一樣 一模一樣啊 可是公式呢 會比較簡單 那其他的話呢 減完年之後 剩下幾個月 OK所以YM 一個月 OK 也就是說呢 這個減完之後 2006年10月12 減掉這個之後的話 月份部分 10月減掉8月 他因為這個10月是12 8月是12 所以 相差一個月 那 如果把它改成YD的話 這個比較少 OK 那就是 減完年之後 剩下幾天 那最後的話呢 MD 減完年跟減完月之後 相差幾天的意思 相差28天 也就是說呢 我 就是 如果相差的話應該是 26年 一個月 又27天 如果把這兩個日期 如果比較的話 得到 這個結果 顧名思義嘛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呢希望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底下的精確日期算出來的話 那其實答案呼之一出啦 就是可以什麼 Y 然後呢 YM 就是扣掉年之後的月 再扣掉年跟月之後的天 OK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只後面這個啦 那我們可以 就是 直接呢 然後呢 先算出月的部分 所以其實可以利用剛剛一樣 等於 Date DIF 小瓜糊 然後呢比較前面的日期就生日 豆點 跟哪一天比呢 跟today 所以這邊自己打today 小瓜糊 豆點 比什麼呢 比相差幾歲 所以先幾歲 OK 好 所以算出來了 48 OK OK 因為今天是12月的13 還沒滿 所以 他再過兩天 他就 滿49歲了 所以這邊改假設老公改成今天日期 這邊就變49了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有做出來的年之後 再來喔 還有什麼 48歲 幾個月又幾天 接下來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乾脆拿這個負字貼到後面去就可以了 所以呢 示範一下給各位看喔 點兩下 睡 到天 Ctrl C 那因為要穿在這個後面啦 所以怎麼樣 AND 然後呢把這一串字喔 放在後面 打個勾 欸 48歲 N個月N 那這兩個N怎麼辦 喔很簡單 只要把這個N 換成前面這個公式 Ctrl C Ctrl C 那可是呢這個N喔你不能直接放公式 必須把它切開來 雙號兩個移到中間 N的兩個 移到中間 然後把剛剛公式貼上 這樣的話呢 這樣的話呢打個 欸 不過還有一個 這邊的話呢要把它改成YM YM指的是 算完年之後剩下的月 打勾 11個月 OK 沒錯因為它還沒到 所以 到的話呢 這樣子的話變49 然後 又幾天 一樣喔 這邊有個N對不對 拿這個N怎麼樣 貼到 貼上剛剛的那個公式 也就是說呢我剛剛的這個公式 Date 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N 把它貼上 貼的話記得喔 一樣要 切開來 移到中間 EndEnd 再移到中間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並且呢 把 後面的參數改成Md 就是 算完年跟算完日 月之後的話 剩下幾天 OK 打勾 基本上應該就大功告 其他的話應該沒有什麼要鎖的 所以項鍵填滿 全部 就算完了 OK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參考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這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4頁地方 OK 好 適合